那么这些妓院老板和妓女的状态又是什么样的呢? 他们对这个新政权的政策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呢? 在调查时,妓院所在地被称为岳户 岳户在唐朝时期是妓院的一种别称 这样一个隐晦的说法也展示出当时统治者 对这群特殊人群的尊重 然而,看着这些调查回来的户籍档案 大家不禁有些吃惊 怎么样 情况不容乐观呀 这些妓女完全不觉得自己是做了一件不光彩的事情 你们看 她们在自己的名下 还有孩子的名下 白纸黑似的写着妓女 她们完全不当回事呀 唉,这些妓院的长班和妓女 她们认为娼妓制度在中国几千年 没有哪个朝代真正的禁止过 这次也不会成功 看来她们低估了我们共产党的决心 是啊 妓女也分为等级 一二等的妓女 生活条件比较优越 有的呢 对她们的现状还比较满意 更有甚至 梦想成为下一个赛金花或者小奉献 看来思想的改造最难 小奈献 感谢观看